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大家好 顾雁雷拉 這是OPPO新發布的Reno9新手機 外觀大家已經看到了哈 覺得怎麼樣呢 覺得這台手機好看嗎 覺得好看的挺Q1 這次OPPO Reno9系列 從2400到4300價位的機型都有 我開箱的這台呢 就是超大杯的OPPO Reno9 PRO加明日金的版本 金絲琉璃工藝的玻璃後蓋 在陽光下超級好看 有那種女生常說的金鑽的 星星點點閃耀的感覺 鏡頭組這一部分金色也是挺含蓄的 我感覺女生應該會很喜歡這個外型吧 側面的邊框呢也是金色的 質感很不錯 正面呢是一塊6.7英寸的曲面屏 前的手機非常薄 側邊呢是7.99毫米 握在手裡邊角的手感也是很好的 手機也比較輕 大概是192克 這個重量真的是太得我心了 OPPO的高端產品線呢是Fan的系列 主打高性能高配置 OPPO Reno系列在我看來 雖然定位沒有Fan的那麼高 但是還是有很多配置 跟高端定位的機型是一樣的 一般來說 中端機用的曲面屏比較少 OPPO Reno9系列這次用了曲面屏 這塊6.7英寸OLED的曲面屏 用上之後感覺手機的氣質都不一樣了呢 它這塊OLED的屏幕色彩很好 而且看起來很舒服 它是2160Hz高頻PWM調光 可以比較好的保護視力 曲面屏幕算是高端機型下放的配置吧 只有這台Reno9 Pro加手機上 評美高端機型的配置還是挺多的 它的處理器呢是驍龍8家處理器 然後內存呢是16G 儲存空間呢是512G 電池流量呢是4700mAh 而且是80W超級閃充 中端手機好像配80W快充 應該是很少的吧 Reno9 Pro加這個配置 感覺就像是高端機型的配置 而Reno9 Pro加512G的定價是 4399元 Reno9基礎版本的8加256G 只要2499元 我覺得對大部分的人來說 尤其是女生而言 即便是2000價位的人有9系列 它的性能應該也是夠夠的了 比如說你打個英雄聯盟看看 屏幕也是支持120Hz高刷新率的 玩起來就不用說了很流暢 完整容量畫質全部設置為高 團戰的時候一點卡頓都沒有 如果是OPPO的高端手機線 比如Find X5就會有OPPO自研的 MARIANNA NPU影像芯片 哈蘇專業模式這些技術 這台Reno9 Pro加倒沒有哈蘇專業模式 但是也有MARIANNA芯片 MARIANNA芯片是OPPO自研的 獨立負責處理拍攝畫面的芯片 常規手機在比較黑 光線不足的情況下 拍照就不大好 但Reno9 Pro加用的MARIANNA芯片 配了OPPO ColorOS內置的 雙星人像計算引擎 拍一張好看的照片就簡單多啦 那我們先來看看它的後攝像頭的模組 後置主攝像頭是5000萬像素 Sony MX890傳感器攝像頭 F1.8大光圈支持OIS光學防抖 好像中端機器有光學防抖的不大多吧 主攝像頭旁邊是一顆200萬的微距攝像頭 一枚800萬像素的超廣角攝像頭 這是我用UNO9 Pro加在比較暗的情況下拍的照片 相機裡是有一個高像素的選擇 打開來就是5000萬像素的照片 這個畫質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如果是人像的話 大家可能用前置攝像頭比較多 這台手機的前置是3200萬超感光貓眼鏡頭 OPPO自然的RGBW圖像融合單元 支持AF自動對焦系統 拍出來看效果也是很不錯的吧 OPPO這次推出的雙星人像計算引擎還是有點東西的 畫面很亮也很乾淨 沒有明顯的噪點 暗部的細節也很多 照片基本感覺還是挺有質感的 怎麼樣你覺得UNO9 Pro加的配置和表現能打動你嗎? 歡迎大家留言評論 我看到的話會盡量回覆的 我覺得這台手機衝著它的這個拍照效果 作為女生我是真的挺喜歡的 我是數碗公的顧彥 記得幫我點贊評論 關注數碗公廠 拜拜